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這是第一次和大家直接說話 覺得會用這個方式呢 還是因為比起直接看文字 它可能會比較有趣一點 然後比較不會那麼膩 我先打開一下那個問卷喔 OK 好 花髮之刃第二季幕後感想 還有疑問收集區 新的階段新的片頭各位還喜歡嗎 然後關於幕後花絮或者花髮之刃的疑問 都可以在這裡提出喔 對我現在就是要從收集區裡面抽出觀眾們的疑問 來進行逐步的回應 在這邊非常非常的感謝各位訂閱者的支持 還有提供的寶貴的意見 好 來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現在我們人氣角色第一名是誰呢 果然是我們的風神 就是黃雅大人 他有一股有點可怕危險的暗黑美麗 目前呢 雷斗跟ムラサメ 他們兩個人的支持者投票數字一樣 並列第二名 第三名是 Yuuu還有Kaito冷泉優雨還有如月照人 他們兩個人的故事 接下來下一個並列第四名的是 Tatsumi Hayato跟月照人 還有月照人小他們兩個人的故事 第五名是 Noga様的序篇 就是遼雅大人的序篇 好這是目前 調查到現在大概 第幾天啊 2 2 3 4 第五天第六天的 timing 那我現在先從我們第一波的匿名問卷裡面 隨機抽幾個題目來回應 那也算是跟大家聊聊天喔 好看看喔 好我現在選了1 2 3 4 2 3 4 11題 好這個是隨機的喔 那沒有回應到的 就是下一次我一定會回應的 那大家可以反覆的 在問卷留言 好第一題 CV配音10的NG片段 聲優配音的幕後 特別想要看光輸 好 好這個喔 他們在配音的時候 氣氛是蠻嚴肅專業的 因為錄音時間都有經過評估 有經過估算 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那個錄音 他們就算有NG畫面 也會馬上停下來 然後很簡單 然後就說一聲 然後還好就會繼續了 像是 它很少NG 它幾乎不NG 所以它就算有NG喔 它就會直接停下來 然後安靜3秒 之後就會繼續念 它會留一個小空檔 讓剪接比較好銜接那個聲音 它可能會覺得說 這樣比較有效率 所以如果要提到有趣的花絮的話呢 我覺得錄音導演這一塊會比較好玩 因為大家知道 在魚缸裡面的聲優 他們是聽不到外面的聲音的 所以會在他們配音的時候一邊聊天 那方面的趣事會比較多一點 那這一個關於聲優錄音的話題 我會再另外開一個完全是聲優的主題來跟大家聊 就是會比較詳細一點 好 每個人的初始設定裝扮 好 沒有被採納的劇情 有很多很多很多 都刪掉 這邊講一個第16話 他們抵達金雲 不是有搭帳篷要過夜嗎 其實它這邊啊 原本有一段劇情是這樣子的 就是沙良他不小心受傷了 這個地方原本想要展現一下 樂城的幻化術 引出它有一個特殊的能力 叫做幻化術 它這個能力呢 是可以短暫的時間內 變成另外一個人的樣貌 然後它連聲音都會是一樣的 在這一段呢 原本阿卡斯基會變成 療雅的樣子 故意戲弄女主角 說一些曖昧的話來調戲她 不過我已經刪掉了 所以可能會收錄在別的地方 這樣子 好 第三題 小編們看到留言或訊息的反應 會不會偷笑啊 很無奈啊 之類的 深幽配音的互動啊 他們會不會害羞啊 之類的 一集如何做成的 大概的步驟就好 刪除的R18片段 沒 這個沒有 好好好 留言的反應 偷笑 會啊 當然會偷笑啊 那波有些很有趣的 女孩笑 然後 無奈 無奈通常發生在被誤會的時候 然後 深有配音的互動 他們不會害羞 完全不會 因為 是轉眼 所以他們就是 想辦法 很完美的詮釋 那一句台詞 應該有的氛圍 所以你會 感覺不到他們任何的害羞 一集如何做成的 哇 這個 這些問題啊 已經可以直接變成一個獨立的主題 來了了 他們講的東西實在是 太多了 這個就是 下一次 把它變成一個主題來聊 然後 刪除的R18片段 嗯 這個就是 第一次有機會跟大家聊這方面的事喔 我把它列入深憂主題 下一次一併跟大家聊一聊喔 然後 好 第四題 風神家的兒子都怪怪的 雖然劇情走少女路線 但我還是情不自禁的想著BL 很喜歡春雨對味噌湯的認真 看花法很療癒 但覺得有時候長句子的字幕有點快 嗯 對 風神家的兒子怪怪的 因為風神爸爸也怪怪的 開玩笑的 就 他們的個性強勢 然後又強烈 沒有 這個畢竟他 他還是一個劇 所以他如果 他的人物設計 人物角色個性 太平淡的話 會有點 對 太平淡 缺乏刺激 所以他們 的設定會比較特別一點 然後 想看BL版本的留言 一直都有喔 不過 我 我對這方面不是很了解喔 目前沒有這個考量 同仁可以畫 同仁就是 對 大家開開心心 可以自由想像這樣子 關於字幕 我們後來看的時候也覺得 欸 真的 怎麼越來越快了 後面有再調慢一點了 二十六畫應該就有感覺 如果還是覺得太快啊 記得告訴我們喔 好 第五題 接觸花髮這個新穎的播放互動 隨著每星期的劇情播放 總會不斷期待後續的內容 畫風BGM 聲優都是非常吸引我的地方 謝謝你的鼓勵 然後我們會一直努力下去的 謝謝你 第六題 故事的起伏 控制的非常棒 都能搭配到適當的音樂 但是真的很虐 比較少有開心的劇情 謝謝各位喜歡畫法的音樂 然後 關於虐的成分 比較多這一點 因為 寮雅篇之前有提過 它的代表花是彼岸花 所以會比較感傷一點喔 黑色豆腐老師之前就開玩笑說 標題是不是應該改成 想在花髮之刃尋找療癒的我 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是這樣子的喔 劉小篇喔 因為她的經歷本身就有點沉重 所以 整體的氣氛是感傷居多 但是 但是 你們一定 可以等到療癒的時候 相信我 好 OK 第七題 希望真的有生優見面會 需要繳費用的也沒關係 也可借生優見面會 推廣更多人來參與花髮 像是花髮會員是見面會的保障名額 雖然還是要繳錢 但會比非會員便宜之類的 好 這個喔 從去年的問卷開始就收到很多 希望可以舉辦生優見面會的聲音 如果舉辦的話 會選在動漫展那樣子的大型活動 不過 這個真的要到一定的人氣才做得到 開播到現在 第七個月 追蹤人數大概六千個 那要達到能夠舉辦生優見面會 第一個考量是這個喔 千里迢迢請他們到台灣來啊 參為花髮之刃 得先有一定的人氣 這樣他們來到現場也會很開心 大家需要負擔的參加費也會跟著 比較少一點 關於生優見面會 牽涉到一些複雜的手續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 一樣就在那個匿名問卷留言告訴我們 你是一定會參加的人 然後 你最想參加哪一位生優的見面會 直接留言給我們 或私訊我們也是可以 這個東西一定要 人數夠多才辦得起來 是這樣子 我們也很想辦 因為一定很好玩 一定非常的好玩 然後第八題 覺得你們很用心 感覺都很認真在經營 也會恢復每一個人的留言 這點真的太辛苦了 如果只有一個人在做這件事 麻煩給他加薪好嗎 那你以後一定是佛心老闆 好 希望能夠出更多的周邊 括號購買狂 好想要等身立牌 謝謝你 因為啊 跟觀眾互動是我們很樂在其中 很享受的事情喔 然後我們對這一個作品的愛 真的很深很深 這個時代喔 創作者很幸福 可以直接跟觀眾接觸 可以直接聽見你們的聲音 這一點我們非常的感謝 然後關於周邊 我們一直都在考慮要出什麼比較好 在推出之前喔 會經過精心的設計 希望可以設計出耐看 然後兼顧實用的周邊這樣子 立會的立牌 以後會開放預購的 但還要再稍等一下 這樣子 謝謝各位 好 第九題 虐是必要的 嘿 是是是 一個人感想來說 我也是比較喜歡虐的故事 就是跟從頭到尾都很歡樂的故事比起來喔 我個人比較喜歡悲劇 或者是過程很崎嶇 最後終於圓滿的故事 這類的我會比較有興趣這樣子 好 下一題 第十題 還蠻好看的 希望能出立牌和設定集 與更多種周邊 即參加曼博或動漫展 繼續加油 謝謝你 關於展覽 如果小說出版的日程 有剛好配合到明年的動漫展 餐委有可能會跟尖端出版社討論做什麼樣的呈現 不過這一點還不確定喔 如果有確定的資訊一定會馬上告知大家 好 那下一題就是最後一題啦 第十一題 看看喔 但對於豪華版也沒有全語音感到遺憾 語音只有幾句話 而且一整句也只有叫名字 沒付費的也是有畫面 然後有語音 這樣付費的只是多了周邊的感覺而已啊 我記得一開始不是說 沒付費的畫面是黑的 然後沒有語音嗎 還是我記錯了呢 總之還是會準時收看的 聊雅片應該還沒有結局吧 感覺沒有結局會繼續想看 另外希望主題曲 能有聲優演唱 而不是只有音樂而已 感覺有歌曲搭配人物背景等PV 也比較好宣傳 像日本的 這個地方我就不說出來 某個遊戲就有主題曲喔 因為感覺玩的人不多 希望能更多人玩這個遊戲 才會越出越多東西 好 謝謝 我可以體會喔 看過第一畫跟第二畫去比較 真的會很有感 全語音的整個氣氛有很大的差距喔 那個臨場感啊 那個帶入感 然後角色的那個聲動的 聲動的程度 那個差別很大 對 無料公開版 是沒有語音的 邁入訂閱制之後啊 有許多語音啊 它如果有出現 通常會是 十三畫以前 可能重複 已經放過的語音 我們在後面 有時候會放進去一點點 訂閱制以後喔 比較多語音出現的地方啊 它就是只有第二季的第一畫 它的語音出現的頻率比較高 它算是慶祝一個新的階段 給無料觀眾的一個樂趣 今後呢 影片還是一樣會沒有語音啦 就是二十五畫以後 還是 語音還是會保留在訂閱制的部分 不過有興趣真的是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喔 至於拉黑這個部分 嗯 我個人覺得 目前高絲模糊的處理 跟拉黑其實差不多 沒有拉黑呢 是因為覺得不好看 因為沒有語音 就已經少了一個感官 那如果 那個地方連顏色都沒有 就是至少有點顏色嘛 那至少 至少看起來溫暖一點了 對不對 好 就希望大家可以 提諒一下這樣子 關於聲優演唱主題曲 這部分看規劃上 有沒有適合的曲子 比較不會為了讓聲優演唱 去特別做一首歌出來 所以如果是那個橋段 跟曲風 有適合聲優演唱的音樂 就會去實行 然後呢 這是倉為的第一個作品 萬事起頭難 是真的 我們非常謝謝各位的支持 知道這個作品的人真的不多 如果大家願意 希望能夠幫我們推廣出去 如果你有喜歡 這樣子形式作品的朋友 倉為隨時 歡迎你們加入喔 那在此 感謝各位的留言 然後感謝各位的訂閱支持 感謝你們一路跟著劇情來到這裡 過陣子喔 會再抽一些留言來回覆各位 然後就像這樣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種 類似聊天的方式 那我們會思考什麼樣的互動方式 比較有趣 謝謝你的收聽收看 那麼我們下次見囉 謝謝 掰掰 掰掰